康熙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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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來的今天要演做一個工作 就是如果20歲出頭的話 擔任展場女郎 是不是一個非常容易存錢的工作 那現在在我的對面呢 一共有八位收割 歡迎各位 你們好 你這樣把你擺個歡迎嗎 你們常常用背部歡迎 好 今天會有三個男生 跟我們一起研究 他們八位的職業歷程 那展場女郎 也就是所謂的Show Girl 存錢的速度 請問你們八個女生 現在背對著我們的話 可以先回答這一題喔 就是 你覺得20多歲女生做Show Girl 是一個存錢的好工作的舉手好嗎 所以如果第一關大家就在想說 你現在外型不錯 然後20歲左右 想要快一點存錢的話 聽起來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接下來我們就會講的是 這個工作可怕的地方 那在座的三個男生應該 都不是會去展場看展的人吧 早期會耶 早...什麼早期 早期就是 我剛剛進演藝圈的時候 因為我不會主持 然後我發現其實Show Girl 在現場跟觀眾那個互動 特別厲害 所以我會去偷學他們主持的哏 應該只是去看Show Girl吧 也是 所以他們的主持的優點是 他們很會跟現場的那個 所謂的宅男們炒熱現場的氣氛 很會玩 會跟他們互動 然後就是玩一些 我數到3 1 2 3天前我跟你說 然後宅男就已經舉手 都已經High 然後丟禮物給他們 然後下面封成一片這樣 可是你用這套方法會很噁心吧 我這一套... 我這一套會在那個 校園演唱會的時候有 還滿好用的 妳當過Show Girl嗎 妳看沒... 總是有各種展嘛 誰有地方土產的展啊 我...我沒有 想過嗎 沒有想過 我身材也不辣 那天生對於Show Girl會有敵意嗎 很有耶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會拍那種照片啊 所以這幾個人的背影看起來 誰就讓妳不開心 一片很不開心 有一個衣服快要滑下來了 有一個他幾乎是回著 他就是想裸體來的 他的牌子上寫的 他曾經拍攝過韓國的雜誌封面耶 拍這個雜誌封面有收到酬勞嗎 有 十幾萬 台幣嗎 對 台幣 旁邊那個穿著花衣服的這位妹妹 剛剛有小拍了一下手 所以妳拍過雜誌封面嗎 有拍過啊 然後有得到酬勞嗎 完全沒有耶 去過韓國嗎 自己去玩過 自費嗎 自費 所以妳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不是大家都拍過啦 十幾萬真適合的 對 十幾萬多耶 妳當休購幾年 差不多可能一年多兩年吧 那時候還蠻紅的喔 是說在業界 對 就是廠商很愛找我 為什麼 妳很敢穿 就有的時候他們會比較 要求一些比較誇張一點的衣服 但是要是錢給得還不錯 那可能就穿一下 OK 所以其實 其實妳今天看其他的 Showgirl的服裝 他們今天算是客氣的對不對 非常客氣耶 如果在秀場就會 在展場就會穿得更厲害 在展場穿這樣不可能啊 會被廠商罵 包衛銘 妳覺得哪一個穿著 最會被廠商罵 應該就是黑色那一套吧 黑裙子那個喔 然後毛衣 毛衣也很火大 應該會 就是太簡單了 是 黑裙子這位 麻煩你轉過來好嗎 好 來 來 來 所以妳到現在 依然只是Showgirl嗎 也有晉升助力助持 所以今天是特別 穿比較多來吧 今天 因為製作單位說做自己 我就穿這樣子 沒有關係 太做自己了 對 黃能輝如果去展場的話 像他這樣 這一型的算是很漂亮的 他很漂亮 可是他如果穿這樣的話 他那一攤的人就會很少 穿了多少衣服 跟什麼材質的衣服 妳以前當男模的時候 有跟Showgirl合作過嗎 也有 通常是活動用的 那Showgirl 其實我個人的經驗 因為我有些廠商是我的朋友 那他們要選Showgirl的時候 那個他們也問我意見 那其實都是要看那個廠商 在賣什麼 譬如說如果他是賣紅酒 我一個朋友是賣紅酒 那可能要找像那個這個是 紅色衣服 紅色衣服最旁邊的這位 為什麼 因為他站得比較挺 他們要有那種氣質路線的 國際犯 那如果是比如說電玩類的 他要可能比如說 拉拉這種眼睛 就是比較大 有點像茂密這種眼睛 他要這個 然後再來一點上半身的 再來一點上半身的料 是 站姿的話 毛衣那位好像就是 站得比較自我一點 對 隨性 他的牌子上面寫說 他兩年就賺到他的第一桶金 很厲害 所以毛衣這位 你的第一桶金是指一百萬嗎 對 兩年就賺到一百萬 好強喔 請問其他的妹妹們 兩年賺到一百萬的舉手好嗎 所以毛衣這位 為什麼妳兩年可以賺到一百萬 因為其實我做Showgirl 然後我平常 如果沒有在接Showgirl的話 我還會接平面 妳也當平面模特兒賺得也不多吧 平面模特兒我覺得 其實比Showgirl好賺 怎麼說 就因為平面的話 有分比基尼內衣 然後或者是時裝這樣 外拍模特兒 對 因為妳的毛衣被攻擊了 所以我要請妳轉過來 來 1 2 3轉過來吧 謝謝 正面比較厲害 因為褲子很短 她這一代都露出來了 還是有她的性感的妹子 對 前面那一排 最旁邊那個 穿八格子那個女生 如果她現在還在當Showgirl的話 妳會覺得說她在跟晚輩搶錢嗎 應該 應該是不會 對 就不會跟別的Showgirl講她壞話嗎 不會 OK 好 所以花格子之位 妳現在不當Showgirl了吧 現在沒當了 在幹嘛 在這圈子啊 好像提出來 不要煩 要不要轉過來讓我們看一下 對啊 好啦 哈囉 妳今天來自我真的是 妳在那邊幹嘛 我不知道 這些人好年輕你知道嗎 我整個人很想走了 這些就是妹妹耶 就都是妹妹 所以她 那妳在她們眼中算是長 前輩嘛是不是 前輩啦 不是長輩啦 前輩 不是25歲以上的請舉手 妳看 妳看有一個 兩位 有 安心 那我們還是平輩 是 還可以 還可以 妳是超大隻的蘿莉 這是妳在Showgirl時期的外號嗎 不是 我跟妳講到這個我就有氣 因為Showgirl呢 除了她們要穿她們制服之外 有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廠商是電玩廠商 她會叫妳Cosplay 因為我本來以前就Cosplay出身的 因為那很多套衣服 因為我們每個展期 可能就可能9天 就是反正5到9天之類不等的 廠商就希望說 也許妳今天穿的是什麼角色 隔天妳會穿別的角色 有一天她就叫我穿一個 就是妳知道 女僕裝 但重點是 因為我很大隻 因為我比較高 那個女僕裝就是又很膨 還要戴個金色的假髮 我穿完之後我個人覺得 實在是很不想見人 但是沒辦法 就像男扮女裝那種嗎 組之內的 要休閒妳的工作就是要 你看這個 旁邊的人做小吃 妳看我在旁邊 幹什麼 整個有撐開來的感覺 真的撐開來 我跟你講 我們就在那邊 就可能發敵人或什麼的 就有那個店 就是因為很多那種 她整個像一齣歌劇對不對 對 就很可怕 好像很多那種玩遊戲的 經過說 靠 妳污衊他們心目中妳的形象對不對 因為COSPER要跟那個形象 要相符合 沒有啦 妳單獨站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可能他們旁邊都個兒童 沒有 我這樣他也是有這個問題 也是會嗎 她不知道這頭髮 為什麼很像繩子編的耶 就不知道他們可能長得 好像尼龍神 像希臘的一個 很假的 妳去拍雜誌封面 還是拿不到酬勞 台灣好像沒有再給酬勞 對 很少 妳能拍就 旁邊那位為什麼去韓國 拍雜誌會 拍封面有酬勞啊 因為我之前 在SONY當Showgirl的時候 就有網友把我的照片 放到網路上 對 然後就有韓國的網友 覺得我長得很像他們的藝人 叫聖士晶 然後所以我是第一次 先去錄節目 然後所以 對 韓國那邊才知道我 所以才找我去 你拍雜誌方面 如果滿分是10分的話 妳覺得妳跟 紳士晶的相像有幾分啊 7 8分吧 那很高耶 那不錯啊 那我們很期待 非常期待 包偉銘呢 你跟 潑海鎮啊 對啊 人家說幾乎是99了 聽說你因為這樣出片了 真的 就是我手上拿這個新專題 真的... 不好意思 什麼意思 剛好哥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關係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所以是唱跳專輯喔 唱跳專輯 對 因為33年前出了一張叫做 跑跑跑 跑了33年 33年 是黑膠的唱片嗎 黑膠唱片 夾帶卡帶 然後30 等於是我現在30年沒有發新專輯 然後這一次的主題歌叫做 拉拉拉 跟跑跑跑有呼應嗎 就是連字嘛 是 跑完再拉 拉完再跑 就是很健康 我聽說很健康 很健康 是便秘的 便秘 其實現在都是屬於符號歌 那當然剛才我覺得 剛剛跟妳講沒錯 我就是因為韓星之間跟我 我跟他之間很像 其實這裡面歌詞的內容 就是誰向誰 所以妳去韓國拍雜誌封面 應該也要有十幾萬啊 沒有 妳還沒有機會去 有啦 我有啊 我去年 我去年有被邀請去 當他們冬季代言 因為也這個 當然這個酬勞 其實就是還好 就是他有招待我住宿什麼 規格都還不錯 那就是因為可能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說 是跟韓星很像 我想說怎麼選到我 就是你跟這位妹妹 是同一個級數的 對… 但我還沒拍到封面 有 可能希望明年有機會 用大叔的身分進去 對 Showgirl亮麗外型 知名男模也想開拔 知名男模 追求過這個紅衣服的女生 紅衣服女生 這位知名男模 是真的我們 講出來我們知道的人是不是 是 她滿有名的 可是不太方便講她的名字 既然是男模就是很高個嘛 對 身高非常的高 有過偶像去嗎 有 演過偶像去 因為她曾經的女朋友很知名 那我覺得類型應該 也很明顯 我剛要請妳轉過來了 1 2 3 請轉 1 2 3 請轉 1 2 3 1 2 3 抗水太大 象徵是今天為我們要請妳轉過來 讓我們看一下了 好 來 1 2 3 轉 有 有 有 真的有那個帶子 對 所以請問妳 這是妳本來的臉嗎 對啊 妳懂嗎 對 她好像講的就是對她 對… 因為有很多都是加工 稍微有 像我們是Origin的 有動過 她的臉看起來還滿自然的 謝謝 自然… 好可愛喔 很漂亮 追求過這個紅衣服的女生 紅衣服女生 這位知名男模是真的我們 講出來我們知道的人是不是 是 她滿有名的 可是不太方便講她的名字 好 那妳可以意會一下 既然是男模就是很高個兒嘛 對 身高非常的高 演過偶像劇嗎 有演過偶像劇 那她當時是如何 透過什麼管道追妳啊 透過FB私訊我 私訊女生 私訊… 私訊太High了 真的滿想到 在FB沒有收到過任何私訊 沒有 沒有人發訊息給妳 應該有一些直銷或借成的 借貸公司 有在LOL敲妳啊 有...她有在LOL敲妳啊 所以紅衣服這位妳 妳說這個男模跟妳素不相識 直接在FB發訊息給妳喔 對 然後她是被盜葬嗎 沒有 她就說就是... 就是我的外型就是很亮麗啊 然後希望可以跟我做個朋友 然後可以答應她 那妳有...妳有辦法確認說 對方是那個男模本人 還是說別人冒她的名 確定是她本人沒錯 怎麼確定 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 跟她也是有一點交情 就是也是認識她的這樣子 那妳有回信給她嗎 我沒有耶 為什麼 因為她曾經的女朋友很知名 那我覺得類型應該 有一個這樣還有明顯 沒有很知名 所以妳有把自己跟她比較過 我覺得說妳不一定適合她 對...就覺得說 那就不要回覆好了 她站姿有一點駝背 對 其實有稍許 對 她這樣就好多了 紅衣服我們要請妳轉過來了 好 1 2 3 請轉 來 來 來 妳是誰啊 確實跟前女友不太... 不同 長相完全不同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 感覺到了 對啊 為什麼我們不知道 妳不要忘了 妳不要唱一首歌就知道了 好啊 對 妳怎麼發抖的臉 知道了...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幾分相似 眼睛 妳到底看她口型看出來沒有 沒有 妳剛剛... 妳剛剛還知道 我幫妳開她的心啊 我知道 沒有 這...對 明顯長相不同 可是她是很直白的說 妳長得很漂亮 我很想認識妳 還是...就是希望可以給她一個機會 先...已經講到給她一個機會 對 大家可以先慢慢認識她 很直接耶 對 算是很有禮貌啊 算 禮貌的啦 我是沒有遇過啦 我覺得還蠻... 妳無法分辨 對 我都覺得 好粗暴 好粗暴 對 所以人家傳給妳應該說什麼 說就是 喜歡妳的才華 希望就是 妳說我的嗎 如果傳給妳要怎麼樣 才讓妳覺得不粗暴 我也不知道 傳手師 我想屍體比較粗 妳應該要傳共同 就是想一個共同的 妳應該會說 妳是誰誰誰 就是先打入 不要那麼失敗的開場 或者我看過妳的電影 對 其實應該是了解她裡面表演 說她的才華 或者她能力很棒 女生會比較放心一點 對 以交朋友的心態 如果說很漂亮 這個有點太直接 可以給我一個機會嗎 我就會覺得好直接喔 如果對方看過妳的電影 可能就不會寫信給妳 我覺得很直接 不過我今天看 戰場女郎的故事當中 很多人都提到說 曾經被表面上的好姐妹 背後插一道搶走工作 黃潮欣背後的那位 妳說妳也被姐妹陷害過 對 所以她是怎麼陷害妳 就是妳介紹的工作 那時候就有個工作 本來是找我 然後她那個廠商說 叫我再找一個 我就推薦我一個 那時候覺得很好的好姐妹 結果後來工作的時候 那個好姐妹就跟 因為老闆很澀 然後所以她們 她就一直就是跟老闆撒嬌 然後跟老闆混在一起 私下要LINE 然後再約去按摩什麼的 然後等到下一次我發現就是 而且她會跟就是那個老闆講說 妳為什麼會請她啊 她這麼胖啊 又這麼矮 又這麼醜 什麼之類的 然後結果後來之後 說妳胖跟矮跟醜 對 然後還會跟老闆講說 妳看妳為什麼要選她之類 然後結果之後 下一次就是 只要是那個廠商發的工作 就再也沒看到我了 可是明明是我介紹她的 好壞 好可惡喔 好可惡 妳會跟老闆去吃東西 然後就真的認真吃東西 我會認真吃 還多久兩萬 妳說妳有收到過 男生特殊部位的照片喔 對 因為有些粉絲會很可怕 很熱情 她會不斷 她會把妳幻想成她的另一半 甚至就是妳是老婆或什麼 她就會說很想撲倒妳 然後讓妳在她懷裡喘氣 然後捧著妳的臉龐升吻 然後傳一些很下流的圖片 以及她自己 例如說她自己的生殖器官 或是妳正在那個的照片之類的 因為那時候覺得很不可思議 然後我請我警告過她隱次 然後她還說她忍痛要跟我分手 就過沒多久又開始了 分手 妳是怎麼警告她 我就說妳不要再這樣 這樣我要公布妳的名字 然後我要封鎖妳了 她就說對不起造成妳的困擾 既然妳這麼覺得我們不適合 那我們就分手吧 所以跟妳知道她就開始了 這種一半來講 是不是不要回信比較... 對 其實根本就是不要理他們 對 不然他們會覺得妳對他們 他們會覺得 他們自己得到一些回應 就覺得那我一定是跟她在一起 所以妳剛剛講的那個 被姐妹陷害的事情 妳比較生氣的是 妳把她當好朋友 還是比較生氣的是她說 妳又胖又矮 其實都有耶 好 我們要請妳轉過來囉 來 1 2 3 妳叫做倩倩嗎 倩倩 對 這個名字是藝名嗎 對 是藝名 本名也太尷尬了吧 可是為什麼取一個 大家念不出來的字 因為其實我本來 我本人的那個倩是 倩妳又橫的倩 然後我後來要改名 因為那個就是轉運 然後她改字 我想要沿用我本來的音 所以就是那個字 還有很多破音字 雖然大家都說 請問妳是晶晶兒嗎 我說不是 我是倩倩 是啊 好 用倩倩的倩比較明確吧 不要倩倩 倩倩 好 倩倩來請坐 好 謝謝倩倩 攝影師拍胯下喔 這個常發生 這應該常有吧 這個特殊動作應該也會碰到 所以妳是只拍妳 還是拍別人 她是在拍我們的舞者 因為舞者是動態的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拍他們的 重點部位 拍舞者的 對 那妳去干涉嗎 沒有 就是因為 我們有發現她 就是不尋常的動作 然後我們請公讀生 去她的攝影機後面看她的螢幕 就發現她真的是在拍 跨下 只拍跨下 對 她是直接專注在那邊 可是這個在展場應該防範不了 對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在拍跨下 都看到 對啊 全部都是在拍跨下 是哪裡看到的 我在那個新聞看到 所有人都是這樣拍 從底下往上拍 妳應該沒有就看到吧 我們這樣就拍拍就 拍跨下往上拍 所以妳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喔 對 我覺得我還滿有正義感 因為我會就發現不對勁 趕快請工作人員去看 所以妳如果被姐妹套出賣了 妳會有種當面跟她對質嗎 我會直接問她說 妳有沒有做過這種事 還是妳有沒有說這樣的話 對 可是如果她說沒有 可是我有證據的話 我就會非常不高興 就直接給她看說 我有證據 我怎麼可以 所以妳還沒碰過吧 還沒碰到 OK 沒有人敢惹她 好 我們請她轉過來 來 請轉 請轉 雨萱 是我有錯覺嗎 腰很濕是不是 很濕 挺細的 尤其是在側面看 我覺得好濕 所以妳有 妳有很辛苦的維持身材嗎 有耶 因為我以前是練體育 所以我腳其實是滿壯的 就比起他們的腳 腳阿卡來講 我腳比較壯 對 看起來還好 我還在做 妳以前是練全職嗎 幫妳請坐 謝謝 陳思宜外星超亮眼 拍照Pose超老拍 這八個人當中某一位 被幾十個攝影師圍住 長達四十五分鐘 不斷的這樣 美光燈 妳看那個場面五分鐘 那個場面還滿厲害的 它一個小時會 等於說我四十五分鐘 幾乎都在拍照 那妳就要一直變換姿勢嗎 就是對不同的鏡頭 對 但是姿勢也要變換 妳這個姿勢 應該已經是斷 已經是 前面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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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一個是感人的故事 就是他去拍照的時候 他爸爸為了他躲在草叢三小時 為什麼 躲在哪裡 擔心啊 擔心 爸爸為什麼躲在草叢裡啊 因為他 那時候我回台南接外拍 然後他很擔心 他就覺得 攝影師會不會對我怎樣 可是我都跟他說不會 但是他就還是想說要陪著我 但是因為我如果發現 我會趕他回去 他就只好躲在就是校園 背後的樹叢 然後看著我這樣 默默看了三個小時 好辛酸喔 他有打扮成樹嗎 就是透過樹的縫隙 就是一直盯著我 然後三小時喔 拍那麼久 對啊 可是外拍的時候 難免有攝影師 會提出一些指令吧 對 但是因為那時候 是一般時裝的拍攝 所以不會有太多奇怪的動作 是外拍攝影師 願意拍一些時裝 有喔 我之前不拍時裝 他但他 你只要拍時裝 穿得不夠露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叫你擺這種姿勢 好 衣服不夠露就要擺性感的頭 對 就要擺一些這樣子啊 或怎麼樣的姿勢感覺 所以請問 大概一場有幾個攝影師 十幾個 蛤 十幾個 那要看哪裡啊 對啊 所以有時候還忽然 你可能拍照那照片是這樣 因為你在看他 那他從這邊拍 那他們彼此會互相干涉 對方的指令嗎 因為通常不會 因為他們都很有默契的就是 低一點 低一點 或是擠一下 擠一下 這是他們基本款 他們的術語 那他爸爸在草叢看那個攝影師 低一點 低一點 擠一下 爸爸就很尷尬 所以你爸爸當時有很緊張 你被做什麼要求 他是怕危險而已 但是他是不會說太緊張 我被做什麼要求 因為他知道我都會保護自己 所以拍完後 他再把你接了送回去 對… 那他有沒有抱怨說 你接著工作幹嘛 有啊 一開始都會抱怨 但是我是不會理他 有分錢給他嗎 沒有耶 好像不是 他應該是抱怨這個 沒有拿到 打開一下草叢 他沒抽到成績 對啊 好 妳轉過來囉 1 2 3 請轉 好 墨金 所以妳 除了是外拍模特之外 他也是展場女房 一開始怎麼會想到 要做這件事啊 一開始是想說要賺得比 別人還要多錢 所以就開始踏入外拍 那是有朋友影見嗎 一開始是攝影師找我 直接在FB上找嗎 對 然後又開團拍 然後就先從團拍開始踏入 然後之後工作皆多了之後 大家比較知道你之後 就會問你要不要當展場Showgirl 然後叫你去面試這樣子 開團這種字 妳知道 搞不太清楚 那打工的 上完練功要開團 我不知道 開團是群組嗎 是不是 應該要對 報名 就可能今天這個模特兒呢 要拍他的人 講說今天這個模特兒 就是告訴你是誰 然後可能禮拜六的 可能早上九點 所以他要先把墨金的照片 PO在某處 所以他就是團長 然後上面加一加 所以他把照片PO在他的FB上面嗎 沒有 他沒有那種攝影網站 他們自己會 就是這個網站 他就PO上墨金說 他說這個人我要 禮拜六幾點 誰要拍 我看過耶 在那個大安森林公園 有一次我在那邊工作 我就看到就是一群男的 就有一個女的那邊 擺一些POSE 一群男的拿攝影機在拍他 然後我也覺得說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環境 他們在幹嘛 當時我好像跟少廷在一起 然後少廷就跟我講說 這個很正常 他們就直接去找這個女生 然後他們揪團 然後把他約出來 然後他就一直狂拍他 所以是所有的攝影師 一起去付的費用 對... 應該是狗 假如他是一萬塊嘛 有十個攝影師 那一個人一千 這八個人你會 如果你要開團你會找誰 我要開團的話 我比較喜歡清新一點 我應該會找陳思穎嘛 對 我比較喜歡寒崩一點 陳思穎有開團嗎 有 可是我現在是跟認識的攝影師 約拍比較多 不願意接受陌生的 對啊 因為一樣的酬勞啊 可是又不用給主辦酬 直接給攝影師 對 沒有 因為其實你認識攝影師之後 他們就會私下約妳了 然後你想要拍什麼樣的服裝 都可以跟他們說 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意思是說 他們拍的照片會送給妳 會 然後妳就可以拿來用 對啊 然後放來發文之類的 或拿來做紀念 而且他們會送很多拍立的 然後還滿有紀念性的 還會請妳簽名 所以攝影師是當中把妹啊 對啊 如果攝影師條件好 也未嘗不可吧 雖然這對妳來講很陌生 很陌生 別的世界 而且沒人跟你交朋友 有 有 就是正常 就是正常的 放一個餃子的照片 大概一起搶購比較多 好 墨金 歡迎妳請坐 謝謝 他們拍照的那個場面 其實很巨星耶 很好打 我有一張 我看到有一張照片是 他們說 這八個人當中 某一位被幾十個攝影師圍住 長達四十五分鐘不斷的閃 美光燈 你看那個場面 四十五分鐘 那個場面還滿厲害的 人在哪裡 四十五分鐘 有把手比兩個V型 有看到 在中間 在中間 這樣 然後 這個很 這個場面很驚人耶 很驚人 這壓力很大耶 這好像經過摸乳像的感覺 我手伸出來的感覺 完全是巨星的場面 所以思影是妳 對 周邊這些人都不是記者 不是 都是攝影師 那他們這樣怎麼拍 有些人已經被擠到那麼旁邊 拍 對啊 那時候他們 還直接開一個舞台 然後叫我站在上面比動作 然後他們有交錢嗎 沒有啊 展場是不收費的 對 展場是 然後妳說這樣子 長達四十五分鐘 他們就一起拍 對 就是變成說 我要休息的時候 可能會跟他們說 我有點累 可是我有點累之後 他們還是會拿著攝影師對著妳 等於說妳還是不能休息 所以妳喝水什麼其他都要這樣 沒有 她一個小時會休息十五分鐘 等於說我四十五分鐘 幾乎都在拍照 那妳就要一直變換姿勢嗎 也...就是對不同的鏡頭 對 但是姿勢也要變換 妳這個姿勢應該已經是算 有點重 有點重 重一點落入了吧 這個是 太沒招了 這還有值得拍嗎 每一動作擺才擺到這個耶 各位妹妹 就擺到這樣是應該 沒有什麼招了吧 是不是 下一個就是這樣 因為太久了 真的 四十五分鐘真的很久 笑到嘴巴都僵了 他們如果口頭上跟你們聊天 你們也都要順著聊一下嗎 要啊 要 通常他們聊什麼 他們都會問說 就他們其實來不是來看展 就來跟我們聊天 就比如說等一下妳結束 可能要怎麼離開 然後會需不需要我們幫妳 什麼什麼幹嘛的 都沒有人聊一些內心的事嗎 內心他們可能 都會在網路上私訊 對 內心的事 對 內心的事 例如 妳信什麼中假 對 太內心了 不能聊些內心的事嗎 因為會很尷尬吧 因為大家都這樣拍拍拍說 妳信什麼中假 對 包衛銘 妳要在妹妹面前 讓我們看妳的MV嗎 有點尷尬啊 因為我現在是屬於大叔級的 太年輕了吧 大叔的人願意願意看一下嗎 OK啦 平娘還滿累的 為了這個唱跳 你知道我真的是 三個月這樣子練啊 所以棚內現場有... 有醫生嗎 棚外那個就... 就準備一下 當時是聽說是沒有 不剪接從頭 就是我... 其實我跳了真的是三、四十次啦 平娘先生 真的三 錄到早上七點 因為我那個動作要One Take 就是一鏡到底... 十次已經很崩潰很疲累了耶 很累 真的很累 三十次很誇張 當然當中有休息一下 有在拍 那這一支MV 應該是這麼說啊 平真實 沒有 其實我整張專輯幾乎都是慢歌 可是主打這一首 主打這一張還是要用唱跳 因為我就是唱跳起家 想給大家一個符號 有人跟你一塊兒跳嗎 有啊 有Dancer 所以Dancer都是二十歲的人 都二十歲 我不誇張 連Dancer都喊累 連Dancer都一鏡喔 一起一鏡 對啊 都全部都一鏡 為什麼不用剪接的 為什麼一定要一鏡 因為我... 譬如說我有兩三套衣服 就是一鏡到底 然後換一個長一鏡到底 然後換一個腳一鏡到底 他才好見 他才好見 黃曉星重溫Code配套 介紹眾人嘲笑 妳今天好像想要給美美們 看一下妳當年的照顧 不是每個人都得放嗎 那只有我嗎 只有我還沒有照顧 因為妳的最經人啊 還有當年的 他們的現在 妳的IMG 妳的ED 妳的照片真的很有時代感 這照片真的是 這什麼 嗷嗷的 嗷嗷的 好笑喔 這是伴李亞特嗎 這是李亞特對不對 我們這些穿高跟鞋喊累的人 可以見識一下 前輩跳舞的節省 來 放出來 不快 拉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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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他去來趙見陽 寫但...心死魂 找阿... 拉...拉ıyorum... 是誰吃藥 平日不用解答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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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谁管她去海峭天洋 好 很開心喔 沒有酒在地上見 是 一開始更嚇人 一開始那團體都沒聽 這樣子 不過有幫你省掉寄歌詞的力氣 對 就是啦啦啦 萬一接下來跨年 就是要叫你一直跳這個呢 現在已經有了 有邀約了 而且我會弄一連串的主曲 那很累 很累... 對 但是有必要 包括我整套的有換裝 有整套的 啦啦啦 接到跑跑跑 好酷喔 我先透露這樣子 會滿不一樣的 會啊 那跨年現場都有醫護人員嗎 對... 這一跨年... 超懶的身邊 會啊 大家高興嗎 沒關係 生命要燃燒啊 對啊 展場女郎要發傳單嗎 要 所以發傳單怎麼避免路人 不理妳 沒辦法 有人有辦法 我有一個辦法 怎麼弄 就是因為通常發傳 他們可能就一拿抽了就走了 對 或者是他們就直接說我不要 但是我一招式就是 我可以先想示範給大家看 好 班傑妳要試一下嗎 好 她要發傳單給妳 她要發給妳 那妳要發給我 那我不要 對... 很簡單 可以站出來嗎 妳就經過 那妳要 就這個位置嗎 好 Action 哈囉 通常看看喔 通常看看 我們那可以 那可以 不會 不會 不會走 所以她要去某處的話 妳就會一直擋在她前面 然後假設 幫我拿一下 再一次喔 對 假裝妳拿了 我拿了 然後我就直接這樣 妳拿著 然後我假裝 妳的意思是說我 我會稍微 會稍微抽起來 那她才會稍微 注意看我在幹 這個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會跟她說 她不能抽了就走嗎 我會... 因為她們抽了就是直接拿就走了 就完全不管我們是賣什麼 對 大部分 假如說我真的拿到的話 會這樣子 就是拿了 就走了 對 那這樣也不行嗎 所以妳的招式 我經過的時候 比如說我拿了 我會先擋住她 那她擋著我會這樣 她會發現奇怪 怎麼抽不走 然後我就會說 這邊可以看看 我們是賣什麼...的 那妳知道她以為妳要跟她聊天 對啊 她太紀念了吧 她抽走最好 趕快抽越... 抽越... 所以妳要把她引導到攤位去 對 會希望她多看一下是什麼東西 每個月券100 附券5 妳真的很用心 可是妳就會多看一眼這樣子 可是一般去展場 是不是手上拿太多 沒有人會真的看是不是 對 就沒有人會看 沒有人會看 東西太多想說 幫妳拿一下就走 就感謝她就好 所以真的只有她一個人 會這樣拉住不放嗎 因為我之前是做 就是展場的公讀生 所以我是真的希望 就是她們才進來看 我們是賣什麼的 因為我一直被這樣賭 我會生氣 沒有...因為她漂亮所以不會 女生我們覺得好生好氣就說 探探看看 拜託妳探探看 如果她漂亮 那就直接她就拉著妳的衣服 這樣走就好 然後她要衝那個單機 要不然可能就是一拉幹嘛 對... 所以說妳要給我LINE 我才拿妳的傳單之類的 要給LINE 謝謝 跟妳要 那怎麼辦 就我只能跟她說 因為我在工作 不太方便 那她就不拿 她就說那我就不拿 我說妳可以拿一下 不然妳進來我們攤位參考一下 待會兒看怎麼樣我再給妳 結果等她進去 我就趕快溜到旁邊去 就去發其他人 可是妳們都有粉絲頁吧 對 那妳們就給粉絲頁 對 有些人就是偏偏不要 他不想當粉絲 他想要當朋友 對 他覺得 只要當粉絲 他想要當朋友 對 才是朋友 對 他不想當粉絲 所以FB上 妳們除了粉絲頁都有個人頁 有 所以她們要的是個人頁 對 她們分得出來哪個是粉絲頁 哪個是個人頁 她們很厲害 她們自己都知道 而且她會去從可能妳粉絲頁 找妳個人的東西 對 怎麼找 不知道 她們很厲害 總沒有人在找我 對 很厲害 幫妳去收賬 妳要去Google妳人肉 幫妳肉出來 然後就發現了 有些甚至連妳的小號帳號 那些都挖出來 妳們個人頁有鎖起來嗎 沒有 我們沒有鎖 其實我覺得粉絲真的很厲害 我個人也有鎖起來 妳找不到我 還是就是每天都是那邊 就是加朋友的 超多 是 妳們當中有一位好像是說 某一個節日工作很寂寞 叫網友來陪 就來了50個 是誰 妳怎麼那麼厲害 因為我就是帶著 這好可惡 就是很寂寞 因為是聖誕節 就是因為我們同事都是就是姐妹 不像辦公室可以交換禮物什麼的 所以我就覺得就很寂寞 我也沒有同學跟我交換禮物 我就在FB 就在大概23號還是幾號就發說 我說就是大學畢業了 然後也沒有同事可以交換禮物 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交換禮物 那我剛好這個假日 有在信義區有工作 然後我想說工作結束 可以跟大家交換禮物這樣子 就沒想到就來了 我開了活動就來了50個 我禮物都準備不夠 就跟他們超多人 然後就是下班之後 那個星光上面都打烊了 那個走廊都暗了 然後我們還沒換禮物 妳在粉絲專頁PO這個 對 我就沒有只是說就是 現在沒有同學跟同事 可以交換禮物 因為看大家都會說 我200塊的禮物啊 幫我去買什麼的 那這樣他們不是樂壞了嗎 可以跟你共度聖誕業 可是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很寂寞 就是現在已經沒有 沒有同學跟同事 可以給我交換禮物了 可是他們來了妳就要 有責任要陪伴他們吧 對啊 對啊 就要陪伴他們 可是這個妳根本就扛不住啊 就是至少是就是覺得很溫馨 因為在這個節日 然後很多朋友 粉絲就一起聚在一起 所以那妳就不能嫌人家煩 就是他們也有陪伴妳 其實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他們就是覺得 這個我很寂寞 爸就來陪我 好 那妳有勇氣看 許惟安有一個禮物照嗎 他有收到很多禮物喔 好啊... 好 我看看許惟安收多少禮物 這些都是去看展的人送妳的 全部都是送的 就是像上面第二排 有那個Hello Kitty的杯子 就是最近的 最近的 最近你幾晚啊 沒有...差一個禮拜還不到吧 他出來一個禮拜還不到 他就...就有人就寄給我 然後有些人是他就直接到展場 他就說這一箱給妳 很困擾 因為他知道我搬不回去 他知道我搬不回去 然後他拿好那個宅集便的那個帖子 然後叫我自己寫 現場有誰不服氣 就是這個禮物並不算多的嗎 有人要跟他拚嗎 我只是丟...這樣很多 沒有很多是不是 我以前也拿過不少 王朝鮮不用比了啦 帥 LALA有嗎 我大概一個牆就可以拿到一半 一個活動 就提兩大 贏了... 可是那些填充玩具很大隻耶 對啊 那一個人怎麼抱得了那麼多 所以他們也會就是跟在我後面 一起幫我帶回去這樣 小精靈 對 很貼心 小幫手 所以妳剛剛是在偷笑說 喜歡這個有什麼幫助 沒有偷笑 沒有偷笑 對 然後墨金也有這麼多 我是收到比較貴重一點的 iPhone 5S跟TR 妳旁邊那個人還收過鑽戒 這個... 對 媽媽說過鑽戒 iPhone跟那些我也都有收過 可是我都不敢收 我覺得太貴了 iPhone給我 然後我買得到 對 喂 我再給現金給人 妳要不要... 妳要不要在康熙講說 妳應該很寂寞 看會有多少錢 對啊 太寂寞就好 我好寂寞 iPhone會拍不到 可以在中間樓下 可以紙紮的燒給妳 所以 所以倩倩而言 是這麼多禮物 我的話 因為我比較愛吃 所以她我的粉絲 幾乎都送食物 那黃朝鑫這種前輩 還分到妹妹們的禮物 這樣下得了台嗎 妳今天好像想要給妹妹們 看一些妳當年的照片 沒有 我 不是每個人都得放嗎 還是只有我嗎 只有我她可以不要嗎 因為妳才有當年 他們都現在 ING 妳的是ED 妳那個照片真的很 很有時代感 對啊 我就覺得 真的是要死了 那個照片真的是 所以 我們現在看的這照片 是特殊造型嗎 絕代雙膠有沒有 沒有 她有 好久以前 可是妳們真的是魔獸世界 她怎麼會 她是硬而肥嗎 不是 她是 不是 她真的太高了 動漫的少女都是嬌小的 迷你的 秀真型的 對 除非她是去Cosplay怪獸 這個 這個怎麼會是 對 巨人 就是 對 對 拜託 以前那時候很紅 那時候真的 妳 對 17 8歲的時候 妳很紅 真的 幹嘛 幹嘛 這是什麼 阿歐的 阿歐的舞娘 有感覺嗎 阿歐的 好久好復古 這是伴李亞玲好不好 這是李亞玲姐對不對 像雅玲姐 以前那個年代的東西 太像現在那麼精緻 妳那是羽毛剪的耶 小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那個 而且這個姿勢也太尷尬了吧 這是天堂的遊戲 這比較像妳囉 這個還好 OK 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跟妳講 遊戲廠商 那件衣服史上最最露 大家看到沒 沒有 它前面那邊是綁帶的耶 它這邊是整個關子 是綁 對 鏡空綁帶喔 因為它的裙子妳知道怎樣嗎 它是平的 它是斜上來的 所以我用球遮住 所以用球遮了一下 所以它這邊整個是妳知道 快露屁股了 是 所以非常露 妳們現在真的是小心了 妳們事先都知道要換什麼衣服嗎 會先問 會先問尺度跟服裝 然後到現場那個服裝 都長得跟照片中一樣 一定要一樣 我遇過就是 他叫我當場穿薄紗的 就是本來明明就不是薄紗 是那種賽車服兩節的 然後他當場 他就拿了一件真的薄紗那種 他就說那換這一件 然後那時候有四位車模 對 然後他就說 那妳們要換這件 不然就是今天 因為我們沒有帶另外兩節的 就廠商只有帶到這個 所以妳們就只能換這個 薄紗我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就是很像那種 情侶或是什麼那種 人家去買的 那不就露點嗎 對 然後他就叫妳裡面就是貼新衣服 不是透明的新衣服 可是新衣服貼薄紗我還是看得到 對啊 他就是硬要妳穿著 他就想看露點 那後來怎麼辦 後來就大家都說 就是四個女生 大家都一直就是跟他講說 不然就是PO文啊 就講 反正對話都有記錄這樣 只有妳一個人的話 妳也還感受不了嗎 我還是會講 我就說 我就會直接講說 因為其實我有一次 有遇過那個購物台的 他就說 一開始他叫我去 他是穿那種T-BRA 就是沒有穿胸墊 也沒有穿內衣的那種BRA 他就說那妳要穿那個去 就是我們購物台的那個 去了以後他就說 那要換另一套 就是妳要把妳的婦孺擠出來 我們要比較的 他就這樣子講 他就說 我要妳擠出婦孺 就是他想要妳做 就穿了他們的長期 對 使用前 使用後 我就說 可是一開始不是這樣子的 可是他又叫我把婦孺擠出來 妳有擠出婦孺的可以麻煩妳嗎 沒有 妳不用擠就有 可能有時候還要收回去 不是要一直在外面 這不是好收啊 很多在外面 專階擠出婦孺人工作 我可以一直做前面 婦孺 每件事都可以 大嗎 就有三個業界代表一個地位 代言婦孺耶 誰要這個東西 所以大家都做了 聽起來是懂得保護自己的 然後錢有賺到 這樣就高興了 可是如果我想問就是 假如他們拍拍 然後可能手不小心 假裝不小心磨到 那你們會很嚴厲的制止他們 還是就是就過了 很難過 會 會制止 因為我覺得很尷尬 那麼多人就說 不准摸 這樣手不要碰 不會 不准摸 不准摸 不准那麼嚴厲 可是會帶一點可愛的語氣 說不可以碰我這樣子 他就不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撒嬌式的大家就會接受 可是他撒嬌會更想摸吧 如果妳撒嬌應該就會被揍 可以摸我 女子 所以黃潮欣作為大姐姐 是會覺得他們接下來 應該漸漸往演藝圈發展 我覺得就機會機會 因為有時候 對啊 因為有時候你適合展場 未必適合演藝圈 因為其實那工作的整個 就是又是有不一樣的感覺吧 對啊 但是就是做展場 真的還滿辛苦的耶 其實 是 對啊 所以LALA現在做助理主持人 就覺得更輕鬆一點 會比較輕鬆 然後做Showgirl的工作 也會比較挑選 是 對 好 所以繼續注意自己的安全吧 好 謝謝你們今天來玩 謝謝 謝謝